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的这些邻居 叔叔阿姨都是医生或者护士 我从小就特别崇拜医生 特别想当医生 然后我周围的这些人就跟我讲说 你将来可以去考中山医科大学 那个学校非常好 所以我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搞了生物竞赛 特别喜欢生物考生物竞赛 那么最后也得了全国一等奖 获得了保送的资格 那么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当年医科大学还没有完全并入到这个中科型大学 所以没有办法去保送进入中山医科大学 我就选了中山大学的生物系 就进去学习了 那后来又进入中科院的时候一直研究的都是 这个细胞周期啊 细胞分裂啊 胚胎早期发育的这些研究 后来到美国东海岸留学的时候呢 又做了好多这个细胞早期 胚胎早期发育 还有胚胎干细胞方面 那么在留学期间 我的父亲就是因为被在中国得了 被诊断出癌症 所以我当时中断了从前的这个留学 回国照顾我父亲 直到他去世 所以我一年又回到了圣地亚哥 就此就在圣地亚哥顶居 然后进入了圣地亚哥 也是美国一个顶尖的研究所 准备从事癌症研究 所以我的导师呢 也是癌症界非常牛的一个教授 那么进行了几年研究之后呢 发现自己做的还是挺偏理论的 虽然文章也发了一些 但是总觉得没有 我特别的梦想就是 帮助别人造福人类 但是呢 我发现我的这个理论研究呢 可能离这个太遥远了 所以我后来就 经常会帮助别人嘛 那我又出于这个年龄段 我的一些朋友啊 同学 他们就好多人遇到了生育的问题 经常找我自学 我也经常帮忙 那做的做就越做越多 越做越大 后来我就索性进入了生殖中心 直接从事这个室管营儿啊 代孕方面的工作 那么我印象深的 因为我的工作呢 从头到尾都是跟客户打交道 所以说我的好多这种难忘的瞬间 也是跟我客户有关 那我的第一个生出孩子的客户 让我感动非常大 他们夫妻两个年龄跟我相访 然后结婚了大概近十年都没有 都没有怀上院 然后原因也不是很清楚 后来呢 就想听别人说可以到美国进行代孕啊 使馆和代孕 通过朋友认识了我 那我也非常感谢 因为我当时 这是我第一个客户 我就跟他讲了半个小时 他们就直接来美国了 所以我特别感动他们对我的这个工作的支持 让我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那来到这以后呢 我们大概经过两年的努力吧 他们这个孩子就出生了 但是因为他们犯了一个 可以说一个策略上的一个小错误 因为当时就考虑到植入了双茂台 那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有点早产 当时孩子一出生就进入了圣地亚哥儿童医院的新生儿健护室 那我们三个人一起到这个监护室的时候 看到这个保育箱里边的两个小朋友 当时我们就三个人都眼泪都流出来了 就觉得一边是很激动 一边又有点担心 激动的是经过这么多年 终于有孩子了 而且是两个 担心的是说这个小孩早产 会不会对小孩有影响 身体啊 智力啊 还有将来的这个成长情况 挺担心的 但是非常感谢美国这个发达的医疗科技技术 真的是 这个设施都很好 这个孩子经过两个多月吧 在医院里边的这个救护 还有这个照顾 然后现在都很好 那么他们当时抱着孩子临走的前一天我们一起吃了个饭 我们夫妻两个然后轮流抱着这些孩子 后来还说就是我们夫妻两个觉得要是没有你呢 就没有这两个小孩 所以我当时听完以后就眼泪刷就下来了 特别感动 我觉得我特别激动 因为我觉得我长得那么大 一直就觉得我想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是就能帮助别人 现在终于实现了 可能别人觉得生个孩子不难 但是对于有些家庭真的很困难 他们真的是花了好多钱 经历了好多这个身体上的创伤 精神上的折磨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那个特别激动 我另外还有一个客户呢 他是很励志 他挺年轻一个男性 由于某种原因他不想结婚 但是他的父母就特别着急 所以说他结果就说 要不然我就通过去找一个捐赖人 然后再加一个待遇妈妈 我把这个孩子生出来 满足这个两位老人的这个要求 他当时也通过朋友认识我以后 开始你知道中国骗的特别多 对 他要花这么多钱 因为当时要预算大概在150万人民以上 他很恐慌 他很害怕 所以呢 他对我就不相信 我跟他聊他不相信 我当时也年轻气盛 我说我自己真才实学 你去查我不害怕的 所以他真的就把我 所有以前发的论文全部读了一下 他也读不懂 但是他就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有没有发过这个论文 有没有做过这类型的基础研究 最后他全部调查完了 就说博士我相信你了 但是我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 我没有钱 不要存钱 我父母不支持我这么做 所以他们有钱没给我 不要自己挣钱 我当时想的 就可能是客户的一个客套话 是吧 就是大概拒绝你 我说那我也没放在心上 但他真的就是一年多 努力工作做生意 跟朋友开公司什么的 真的就存够钱了 存够以后他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我准备去美国了 所以他就来了 来了以后他还蛮顺利的 就是一年多一点 然后这个孩子就报到 现在孩子已经一岁多了 也挺好的 问一个技术方面 比较强的问题 有朋友说 在日本做这个婴儿的话 配胎婴儿的话 他们做的是小牌 打的那个针比较短 一次牌 9到10个类子 很刺激 然后说在美国这边呢 他们用的那种大牌 打的针比较长 容易导致这个浮香积水什么的 一次牌30个乱手 因为他们追求的这种成功率 那么您如果给大家做这种 配胎的这个研究的话 您就比较喜欢哪一种 首先呢 你刚才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 因为 因为是这样的 这个如果我们这个醋牌 很多人就觉得有叫传统醋牌 然后有微刺结 然后有大醋 好多中国人是这么说的 实际上呢 不是每家诊所都一样的 不是每家诊所都统一用 那么长的针 或什么的 每个诊所 每个医生的方案都不一样 其实我们美国也可以做微刺激的 日本也可以做传统刺激的 至于你到底是用哪种方法 主要是根据一个人的情况 有些人他可能年龄大了 卵不是很多 他可能说我考虑微刺激比较多 有些人这么考虑 但有些年轻的 你微刺激刺激那几个卵 那你出来的胚胎也很少 可是你明明一次做一个普通的方法 也能去很多卵 就没必要 所以这个绝对是因人而异 那如果大牌的话 会不会就是真的比较容易导致护症 这个也要看医生跟诊所 所以像我工作的这个单位的话 我们的医生还是比较注意 这种副作用的产生 比较预防的 所以用药量一般来说 不会特别大 不会让你过度刺激 因为过度刺激很容易 随机软潮造衰 这个积水啊 这些问题 所以医生还是比较注意的 但有一些地方可能 因为医生就要注意 好像我们美国本地的这些居民 好像你要是结婚八年 你不能是小孩的话 保险还是会有他文明地的废物吗 这个我还真没听说八年有这个年限的问题 这个主要是跟各个单位的保险有关 因为有些像我知道的啊 有些那个比如说谷歌啦 这些大公司 那么福利比较好 甚至他都提供女员工的冻暖的这种保险 就是给你两万美金 你可以去冻暖 但是像一般的单位 我知道现在保险不是特别好的话 不会cover的 一般这个领域都是自卑 说冻暖啊 我一个学生也是在做这个冻暖方面的 说是这么冻暖 其实冻太久并不好 像一两年就用掉的叫好 这个说法也不对 对 因为在17年的时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就是当时有一个新闻也采访过我 说你怎么看这个冷冻卵子 当时这个新闻就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卵子 缠终这个最后变成宝宝了 是因为这个夫妻两个呢 大概是26岁 然后一直就怀不上孕 那最后检查这个女的这个卵巢功能不行 需要使用别人的卵子 他们就在当地的那个精子卵子库去找了一个卵子 这个卵子已经冻存了25年了 所以这个卵子实际年龄只给它小1岁 但是最后因为她用了这个卵 最后又自己怀出来这个孩子嘛 变成她是那个那个卵子 才能保保的妈妈了嘛 所以这个新闻在17年还挺 当时就是好多人都知道 当时那个 所以保存不当的话 结果这个问题采访过 我说你怎么看这个冷冻卵子 其实呢因为冷冻卵子 这个卵子是冷冻在液氮当中 液氮是零下196度 它很稳定 只要这个液氮持续供应的话 这个细胞应该是可以一直保存的 包括胚胎 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 她很注重视野 一时半会儿又没找到合适的对象 过去呢可能你过了这个年龄了 就想生孩子生不了了 但是现在呢因为高科技的这个发展 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 这个进步 所以解决了好多女性的后果自由 那么这边就有好多大量的这种女性客户 尤其是以北上广深 这种发达的这个城市 她们的工作节奏特别快 一时半会儿呢 确实是没有办法投入到这个 生孩子养孩子过程当中 所以她们有很多选择性的 把卵子就先冷冻了 其实真的是很好的 我最近有看一篇新闻 她们说你们做这个试管医疗的时候 还可以选择那个眼睛的颜色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 就是有些人选择 婴儿的这种性状 由基因决定吗 那这个基因其实就是 卵子和精子基因来决定的 那你选择 当然选择颜色 一定要看你的父母的眼睛颜色 对 就是这个精子 卵子 那么有很多单身女性 比如说她最后是使用了捐精人 那她可以从这个精子库里面 选一个金发碧眼的 这个这个捐精人的精子 那这样的话 她的宝宝就有一定的几率 就是这种蓝眼睛了 那同样的单身男性的话 她也可以选捐蓝人 按照她这个标准 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的父母 比如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那你很难生蓝眼睛的孩子 主要是我们还是遗传的一个问题 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想让我来问你 是不是这个试管婴儿比我们正常的婴儿更健康 这个现在科学上还没有一个定论 我觉得 但是像我老公也是 我的先生他也是做科研的 他前几天发现一个文章 说在正常自然受孕生产的宝宝当中 也有可能有这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 只有到她将来生孩子 或什么时候才发现自己有问题 这个我大量客户 因为我现在也看到好多例子 染色体 她自己染色体有问题 但是她活得好好的 可是到她生孩子的时候 这孩子就生不出来了 对 所以说呢 如果说有这样的问题的 那我们通过试管婴儿 是可以筛查的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筛查的 从这种程度上 你的这个试管婴儿的宝宝 可以比你自然的这个 更健康一点 那么到底是自然 当然我们自然的这种受孕 也是一个自然选择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到底是不是 所有的自然生的宝宝 都不如试管的宝宝 这个我觉得目前没有定论 但是试管宝宝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 是可以达到 优生优育的这个结果 那真的是非常好 对 那你对于未来想要从事 跟你类似行业的年轻人 有没有什么努力的话要说呢 我觉得因为我说真的 我一路读过来 在十年前 我是没有办法想象 今天自己是会从事这个行业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 当年听到试管婴儿 觉得非常神秘 就觉得 哇好神秘啊 那个地方完全没有自己 没有探索过 但是现在我自己 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时候 实际上我是非常平常心的 有好多客户或者朋友 就说 那个好神秘啊 这个宝宝怎么就出来了 怎么就高科技 把这个孩子弄出来了 其实我们在行业内的 就觉得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 不管年轻人从事什么工作 我觉得都要注意两点吧 一点的话是 你自己一定不要 只去现在 自己现在的领域当中 一定要 也不要是词读书 一定要多接触社会 多听一些不同的讲座 多认识一些不同的人 参加一些不同的组织 你把自己的事业开拓了 因为你很多东西你接触的 可能都是一个积累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它就爆发出来了 对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 年轻人一定要敢想敢做 你还年轻 你的这个 现在不是说人的寿命 都在延长吗 上次看呢 有可能到时候 我们都延长到120岁了 你现在二三十岁 你还是卑鄙的阶段呀 所以你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如果你有想法 在美国这样一个 宽松的环境当中 你真的完全可以去实践 去踹 如果说你成功了 接大换血 如果你失败了 Nothing to lose 对 我们可以从头带来 我们积累了好多经验 我觉得这是 真的是让自己的生活 要让自己的这个生命 更有意义 那么Sundigo呢 它也是一个移民的城市 您有没有什么话 想对新的移民说 现在我也发现 这个移民越来越多 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摆在移民 新移民面前最 怎么说 最实际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快速 融入社会 如何能够比较快的 找到自己喜欢的 又能够做的 又做得好的事情 然后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获得成就感 我觉得有的时候 别人来评价 怎么融入社会 好多人说 你应该跟老外打成一片 这就叫融入社会 我个人对这个 不是这样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 如果我在一个地方 即使我在了中国 我没有成就感 我就觉得我格格不入 我就很难跟别人沟通 我觉得很难得到别人认可 但如果 不管在什么样环境 如果你自己喜欢 做的事你做了 又得到别人的尊重 别人的认可 有一些成就感 我觉得你就感觉 你融入社会了 所以如果对于一些 刚来的 英文比较好的 可能很快通过 工作呀 生活呀 就能接触到 美国人也好 或者是别的中国人也好 他可能比较快 能适应这个环境 那么对于一些 英文不太好的人呢 我觉得你要积极参加 各种活动 我们圣地亚哥 华人不多 但是华人都很团结 而且我们有很多社团 各种社团 有兴趣爱好方面的 不同社团 也有这个按年龄花分的 所以说完全大家可以 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多参加一些公益组织 这样你通过不同的 认识不同的人 然后别人又有别的朋友 介绍给你 慢慢你朋友多了 你就知道自己 可以很快能做什么事情 等你真的 有事情开始做的时候 我觉得你那个时候 就觉得自己 应该是浓入社会了 所以我对大家的建议就是 多活动 多认识朋友 这个很重要 真的很棒 非常高兴 今天能够采访到 生殖独立专家 马博士 跟他聊天 我也是受益匪浅 我非常希望以后 如果有朋友 需要他的帮助 能与他联系 谢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